我吓得傻眼了 指着地上的黑水 惊叫道 师父 你快看啊 怎么了 师父朝我指的方向看去 当即皱起了眉头 看了四个抬棺匠一眼 说 走 四个抬棺匠重重地点头 抬着棺材往外走去 灵堂里和许众有关的一切 都要带去坟地烧了 李牧仁扛着东西 跟在抬棺匠的后面 我和师父 跟在抬棺匠的身后 走出许家院子的时候 我明显感觉到 四个抬棺匠 肩膀一沉 奇云山并不远 也就是一刻钟左右的角城 然而四个抬棺匠 却抬着许众的棺材 步履为肩 走得过程十分的缓慢 半个小时才走出阵子 照这个速度 凌晨五点钟之前 根本不可能让许众入土为安 而且这一路走来 棺材里流的黑水 也是躺了一路 四个抬棺匠累得是气喘吁吁 但是不敢歇息 他们抬了很多棺材 明白这个道理 这口棺材要是落地 可能就抬不起来了 许众的坟地 离山脚有两百来米 不算多远 李牧仁看着越发沉重的棺材 一脸担忧地到了师父旁边 道长 会不会出现意外 师父摇摇头叹了口气 走一步看一步吧 许众杰无精打采地走着 爬上山的时候还差点摔倒 李牧仁无奈地叹口气 道长到了 师父点点头 吩咐李牧仁上去挖坟墓 三尺深七尺长 不能多也不能少 李牧仁没有说什么话 忙碌起来 凌晨五点钟越来越近 墓穴才挖了三分之二 四个抬棺杖咬着牙 抬着许众站在一边 双腿都在打颤 师父清楚这其中的难处 让他们再坚持一下 很快就好 李牧仁他们放下了锄头铲子 用尺量了一下 确认无误之后 师父赶紧让四个抬棺杖 把棺材放入墓穴 棺材缓缓地放了进去 突然意外发生了 砰的一声 绑着棺材那麻绳断掉了 棺材一头重重地掉了下去 突如其来的情况 让他在场的所有人 心头都是一颤 师父叹了口气 大步地走上前去 摸出两道纸符 贴在了棺材上 见到棺材没有动静 才敢让太棺杖继续放 小雯 师父 叫我干什么 你和李牧仁他们一起 将带着桌子安好 铺好法布 摆好香顶 准备开弹做法 我看着师父嚷嚷 法坛摆好了 从地上拿起了香煮点燃 香蜡插完 师父取出五只小旗子 对应五行之位 围着许中的棺材插了一圈 师父刚插好 棺材就剧烈抖动静 钉子的棺材丁冒了起来 看到这情况 师父大手一挥 让所有人都退后 左右两边 六枚棺材丁彻底冒了出来 掉在地上 唯有中间的子孙丁 一点动静没有 师父往前一步 感觉一股湿气 从棺材里渗透了出来 心里也是吃惊不小 砰 棺材盖飞起 许中的嘴角两枚长长的犬牙探出 在手电光下泛着寒光 他的脸庞营造着黑气 指甲也长出了七八公分 许中已经失变了 许中间 突然师父一声大喝 话音未落 棺材中穿着兽衣的许中 猛地弹了起来 双脚伸开 不停地朝前戳着 师父掏出一张镇师服 贴在了许中的面目 许中立刻停了下来不动了 可是半分钟不到 郑师父猛地燃烧起来 看到这一幕 师父脸色一沉 安道 只怕不是诗变这么简单 我缩着小小的身子 看着许中双眼充斥着恐惧 师父跳到法坛前 抓起了一把五谷洒了出去 许中躲开了 吐出一口黑气 嘴里发出野兽般的嘀唬 师父拿起桃木剑 朝着许中心口刺去 许中的双头跟安了弹簧一般 一蹦三尺高 直接从我师父头上越过 奔着坡下的许中结蹦了过去 道长救我 许中结脸色苍白 双腿好像灌签了似的 一动不动 看着自己死去的老父亲 蹦跳而来 惨声大叫 师父几个大步冲上前去 伸手抓住许中的兽医 许中猛地一回身 双臂横扫过来 师父也是厉害 手臂一抬 硬是将许中双手挡了回去 许中嘶吼地一声 脚过身 双臂朝着师父戳去 师父一边做法 一边往后退 我从两个后生之间挤了出去 李牧仁急忙说 笑道长你要干嘛呀 帮我师父对付许中 说完我挣脱了李牧仁 抓住我的衣服的手 跑到了法坛之前 拿起了桌上的红线 二段不说就挤在裤子 师父曾经对我说过 童子尿阳气中 对一般的妖魔鬼魁很有用 我也不管脏不脏了 直接把尿撒在手里的红线上 系好了裤子 拿着红线跑到李牧仁他们面前 快去帮忙 用红线缠住许中 这有用吗 李牧仁他们很是怀疑 毕竟我才多大呀 身高才到他们腰 我都快急哭了 有用真的有用 师父教我呢 试试吧 李牧仁接过的红线 跑着许中冲了过去 红线接触到许中 立刻火花四溅 许中更是发生 其余的好叫 另一步不寒而立 本集播放完毕 请您点赞评论分享 下集更加精彩